他锐意创新 成就联想之梦 就是说我光咬着牙还不够 你总的还得有办法 他期待公平透明的规则 让企业充分地展开自由竞争 在赛马中识别好马 比你预先认定那匹马 可能要好得多 他掌舵联想27载 困难无奇数从来不动摇 一定是把我自己的事 这个真做好了 交采在实力上 本期人物一起走进 联想控股董事长 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 1984年 那是人们刚刚开始思考 个人价值的年代 刚刚步入不惑之年的柳传志 也面临着一个重大的人生抉择 是继续留在中科院 做一名科研人员 还是走出中科院创办企业 柳传志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 带领着中科院计算所 10名科研人员 柳传志用20万元人民币 创办了联想公司 当初诞生于一间 不足20平方米的 小平房里的联想 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家 世界知名的多元控股公司 探索着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的 可行之路 柳传志当初突破自国的一小步 如今已成为引领中国民营企业 发展壮大的一大步 1984年您从中科院的计算所 出来开始创办联想 您年过四旬开始走上创业之路 您后来说就是因为憋不住了 所以出来创业 是那个在这个以前呢 就是大学毕业以后 在计算所工作的这十几年 正赶上是文化革命时期 站了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呢 虽然那个达到完斯坦邦以后 科学春天到了 但是呢 像我们应用型的研究所 科技成果转化不成产品 这个都会让人觉得苦闷 你说生活待遇也不错 政治待遇就是相比啊 就是相比 政治待遇呢 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就是感觉到自己做的这个工呢 是无用工 所以总觉得憋得好 所以当有这个机会 能够让我们把这个自己的研究成果 变成产品的时候 我就特别愿意响应这个号召 所以说在当时的这个体制的背景之下 联想所面临的困难是前所未有的 是是是 当时呢 就是我们本来这个 当我给人做代理以后 这个懂得怎么去卖电脑以后 当我想去做一个自己品牌电脑的时候 这时候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这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要到电子部啊 这当时的这个行业中央部门去申请 让给我们生产许可证 当时还是有这个计划经济的这个影子在那嘛 就是国家允许你生产 你才能生产 但是当时呢 这个电子部没有给我们生产许可证 没有的原因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 就是当时我们国家营 他说营引进了八十多条生产线 这个全是赔本的 这个生产质量都不好 凭什么再给你们一条呢 所以我们就没办法 后来我就带了三十万港币 到香港和香港的这个两家公司 联合办理一个叫香港联想的这么一个公司 在香港联想没有批文的问题 我们在香港 我把工程师调到了香港 在香港生产出了我们的主机板 然后把这个主机板呢 拿到国外展览会展览的时候 被那个 就是国内的有关部门的领导看到了 那么这让他们挺高兴 一直到呢 看这个板子在那还是卖得出去 卖得还不错 于是就给了我们生产批文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电脑 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品牌 就可以回到中国来 在当时的这个背景下 我们面临的这个问题的在于说是没有批文 主要是机制问题 公平的市场环境 话确实就是我们自己的切身体会 所以说您这样的切身体会 您认为在现在 审批是不是还存在着 对于企业的发展有一定的阻碍 当然 现在呢就是 现在呢就是 还不是说这个完全是靠规则 比如说不管你是国企民企 大的企业小的企业 我们制定一个公平的透明的规则 然后大家在规则里边比 谁跑得快 谁我们就选谁 那就是在赛马中识别好马 比你预先认定没匹马 可能要好得多 有的时候我们国家会认定哪个企业说 认定某些人 你来办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这个企业 进行大量的投资 为了跟国外进行竞争 实际最后是不行的 那它实际还是应该让跑追的马 让他们来做 所以因此呢就是 给规则 透明的 公开的 公平的规则 这是我们大概最欢迎的东西 2010年11月4日 由法国李昂商学院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联合举办的世界企业家论坛 揭晓了2010年度世界企业家 社会企业家 政治家和学术专家四项大奖 时任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兼董事长的柳传志 摘得世界企业嘉奖 评审团委员给出了这样的获奖理由 在过去的20多年间 柳传志带领联想集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尤其是2004年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的举动 更显示了其作为一名成功企业家的勇气 柳传志在领奖质词中说 本世纪以来 人与人 国与国之间不确定因素与日剧增 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做事的方法就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这不仅是政府的责任 更关乎社会上的所有阶层 其中企业家更是义不容辞 那您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代的民营企业家 您认为在深化改革的背景之下 现在的企业领导者需要具备怎样的特质和精神 我和我的这些同事有一个追求 这个追求是不断提高的 这个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如果一个企业家 如果只满足于到自己的温饱过了好生活 就停了 也挺好 也不一定人人都要读 但是对整个社会的进步 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比较来说 那就谈不上 第二点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 能够坚韧不拔的 能够顶过困难 这点我觉得 这不仅是个一般的意志力的问题 还也包括了能力问题 就是说我光咬着牙还不够 你总的还得有办法 除了刚才我说的这些东西以外 我觉得可能要更多的 要关心大的形势 而关心大的形势的本身 还真的不是说在那去像告诉别人表达什么东西 是因为今天这个企业发展的战略其实是很重要的 你比如当年中国是一个劳动力市场 我们做的东西只要往外国卖就卖得出去 那时候呢 比如我们就好好研究怎么把产品做好 今天实际上仅仅这个是不够 因为人民币升值 使得你再往外国做出口未必就够 所以你就好好去研究 研究什么东西呢 好几件事情值得研究 比如政府的政策 你比如上海自贸区 它的政策说明了什么 但国家将来往哪个方面去开放 哪些东西已经有了管理细则 哪些东西你可以去试 这些东西呢 决定了你再可以做呢 大到你决定做什么行业 还有就是在这个行业里边 你做哪一部分 你怎么做 这些政策肯定是有直接关系的 所以你必须要退得更远点 要关心周围的大的环境 我觉得这个可能对当前特别重要 尤其是这个今年 今年实际是一个 在我们人想里边 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战略 现在改革开放进入 第三十五个年头 那您对改革最想说的话是什么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 听到领导人讲到 就是中国要把这个改革的红利 充分的释放出来 我们对这句话呢 的理解呢 就是更多的把这个市场本身的这个积极性 充分调动出来 在这里边呢 在我的理解 就是能够通过制定公开公平的规则 让这个企业能够充分地展开竞争 这时候呢 就能够这个把这个能力 能够充分地这个展现出来 而在这么做以后呢 这里边就有很多很多的空间 比如说其中讲到了 中国将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消费 消费国家 用消费来拉动 又比如讲到了像城镇化等等 这些呢 都是这个我们可以充分发展发挥的地方 但是呢 做法上必须得是减少审批 让规则本身来拉动的企业去做 加上你比如城镇化也好 这个土地怎么能又是用审批的方式 包括了这个金融类 到底怎么做 又是上面来指令 这个呢 短期和长期来说 会这个就又把人的手脚给捆绑住 所以我觉得呢 释放改革红利 我的真正的理解就是 就是让企业真正充分地展开自由竞争 这个呢 是我自己的理解 但是在这个之中 我觉得肯定 是会有很大的困难 因为减少审批本身 就会要减少到很多机构 往哪儿去减 这个需要多少钱才能减得下去 另外减少审批的话 就会减少很多人的权利 那会不会受到很大的阻力等等 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呢 虽然说起来 这个大家都叫好都都觉得欢迎 但实际上呢 它是会触动到很多人的奶酪的 那么这个因此中央领导同志呢 真的就是要 不但要高瞻远瞩 而且要把很多问题考虑的 这个比较细致 分这个主次矛盾 往下推进 不然的话呢 确实会 也会遇到很大的这个阻力 2011年11月2日 全球第二大PC厂商联想集团 在北京宣布 其创始人柳传志 卸任董事长一职 将担任联想集团名誉董事长 CEO杨元庆 兼任集团董事长 这意味着 掌舵联想集团27年之久 被联想员工亲切地称为 船长的柳传志 将退居幕后 在媒体见面会上 柳传志表示 目前联想集团的发展势头很好 公司领导层的能力很强 这是他能够放心 辞去董事长职务的重要原因 未来 柳传志的主要经历 将专注于联想集团的母公司 联想控股的业务 现在我们说到联想 可能我们联想到的是 ThinkPad 是乐凤等等 现在人们还会联想到的 就是联想种的水果 联想有一个愿景 愿景里边就是说 要以产业报告为己任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 我们开始进军到了投资领域 为什么进军到投资领域呢 就是我觉得我们自己是 做高科技企业 在中关村出身的 对小的企业需要什么 怎么转化 除了钱以外 它还需要什么帮助 我觉得我们很了解 所以我们就特别想做一个风险投资公司 后来我们就做了一个PE 就是做了一个直接的股权投资公司 那就规模更大 这两家公司的这个成功呢 我们做到今天已经有这个十几年了 有了相当大的财务回报 就是说赚了些钱 然后我们拿这个钱干嘛呢 我们除了继续做投资以外 我们希望把这个钱再在若干个领域里边 形成领先的行业 其中有一个行业呢 我们这个管理层啊 就是最高决策层 都一致认为农业是我们要做的一个行业 那道理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大家中国人对吃的东西都挺不放心 这个肠胃不放心 另外一个呢 其实中国人自尊心也受到损失 有的时候我们会被外国人 我有一次在欧洲就被人家直接问到 就是说中国商人都是卖这个劣质食品 给你们自己民族的人 这个商人怎么想的呢 这些话都会让你真的难以回复 因此我们觉得有这个必要 我们来做这事 但是是不是可能能做好呢 我们觉得这里边是有空间的 因为实际上在以前的中国农业上 你比如中国的这个 像制造业的技术发展 尽管说我们比像美国 在这个具体制造的技术上 可能比日本啊南韩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相差不会很多 但农业的技术上差得非常之厉 几乎完全没法 所以在这里边真的把农业技术使用上的话 土地连接起来以后 这里边是有空间的 改革给您带来最多的是什么 那就多了 当然首先是生活上的改善 那就不用多说了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呢 确实觉得人的一生 这个有各种过法 我觉得那个能够实现自己的一个追求 我觉得就是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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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 很强烈的有幸福感的一个生活方式 我觉得这个我的这个幸福感的一个最低 比如要求 比如我能够让我的家人过好日子 让联想的员工能过好日子 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 比如为这个国家 为民族 比如做点什么事情 我这话先说完就是 一定是把我自己的事 这个真做好了 交采在实地上 而不是说些什么空话 因为真的 因为那个什么叫为国家做点事 这话呢就是容易说的很大 实际上做的事并不大 我们即使是 比如说实现了产业报告 或者那到底你报告到多大程度呢 这些东西呢 就是这个要求是无止境 我觉得这个呢 说来惭愧啊 真的是不敢把那个话说大 我还是首先把我自己的 这个一亩三分地种好了 就是联想的这个事业做得更实际 能够接纳有更多的人就业 让联想的员工本身生活的比较好 我注意到您曾经在访谈当中 说的微细节就是 在年轻的时候 曾经和夫人相约 等到老的时候买一辆攒钱 买一辆三轮车 然后去游玩北京 您说那时候没有想到改革开放 会带来这样的效果和成果 我跟这个我太太 在我们三十几岁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最多的存款 就是八十块钱 买一辆三轮车大概当时 就是那样的三轮板车 大概要二百多块钱 根本就那当然买个板车买不起 所以才会觉得说咱们攒钱到老了 买个二百多块钱的车 我拉着你咱们在北京市走走 所以我每每现在 有时候看见 一看见这灯把车的 还有人拉登三轮的 这就不用的就想笑 那就是有 那是真实的感觉 您上年时代的理想 是成为民军人 那您现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那也成为一个幸福的老头 好耶